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顺便这位同学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历史 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会计博物馆 本馆是全球第一家以会计为主题的博物馆 是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以及立信出版社合作共建的 分为中国展厅 国际展厅 以及中国会计名人堂三个部分 总建筑面积为4500平方米 展成面积为2500平方米 那接下来让我们到博物馆内部去参观一下吧 这里是本馆的续听部分 在我身后是由小传写的六个大字 快计 当而一议 让我来说文解字以下 总和算之为快 零星算之为计 当取适当准确之一 总体来说呢 就是管理账目时要做到清楚与准确 短短的六个字则概括出了 会计发展2000多年来所传承的 诚信的道德品质 上面是南都凡会景物图卷 相传是由明四家球英所会 他描绘了明朝晚期 江南秦淮河两岸商业繁荣的景面 商业繁荣的场景 而下面是五幅焊化砖 他也描绘了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景 这些都无一说明了 会计源于生活 并且服务于生活 下面就由贺岩青同学带领大家 进入中国展厅开始今天的追根溯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展厅 中国展厅总面积约800平方米 大体上按时间阵序 向大家展示了中国会计文明史的发展 在中国展厅的开端 我们向大家还原了这样一幅 原始社会的生产途径 在原始社会的末期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产品剩余开始出现 于是就出现了物物交换 这样简单的交易方式 为了便于记录这些交易的物品 结绳技术法应运而生 人们通过使用材质不同 长短不同的绳子 并在绳子上打上数量不同的结 来记录不同的会计信息 同时 在当时还出现了 以直观绘图 简单记录为主的 原始会计记录方式 比如实壁上的研画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历史进入了奴隶制时期 我们在这里向大家展示的是 周朝时期的会计 在周朝 我们有了第一个会计的正式名称 司会 周朝一时 周公进行了全面改革 他将上古至殷商时期的礼乐 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 最终编段形成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制度 我们把它叫做周礼 提到周礼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这是一部有关礼仪的书 其实不然 宋朝宰相王安石曾经说过 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 意思就是说 在一部周礼中 有一半的知识 都是与国家财政知识相关的 同时在周朝 官厅会计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一统六国 创造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 秦朝的建立 使得货币文字杜梁恒得到了统一 从而为统一的会计报告与核算 奠定了基础 在二十世纪的考古发掘中 我们出土了大量的秦汉简读 其中与会计相关的记录 占到了很大比重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我右手边的这件展品 永元器物部 永元器物部于1931年出土于内蒙古 居延遗址 全长91厘米 共由77枚竹简编联而成 是目前发现保存编联最长的检测 它是当时地方承报给中央的兵器部 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兵器配备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同时 它的字体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书法界还引起了一定的轰动 接下来我们看到唐朝时期的会计 唐朝是一个文明开放 经济繁荣的时代 经济的繁荣 为会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尤其是四柱式结算法的出现 推动唐朝的会计 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什么是四柱式结算法呢 四柱式结算法出现于唐朝中期 成熟于宋代 所谓四柱 即旧管 新收 开除 建在 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期出余额 本期的收入与支出 期末余额的概念相近 在我的右手边的这件展品 叫做沙洲净土寺年终算块报告 是一份早期的四柱式结算报告 这份报告写于后唐同光三年 全长18米 当时的人们普遍信奉佛教 所以寺院的规模比较大 寺院的支出也比较复杂 每到年末 寺内的方丈都会召集众僧人 对寺院一年的账目进行审查 并编制结算报告 那么这份报告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这份报告系统地反映了 这个寺院一年以来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会计史料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算盘专题 算盘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符号之一 中国也是算盘的故乡 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带领大家走进算盘的世界 首先我们说算盘最早并不是我们现今看到的样子 它最早是用作占卜之用的 在我的右手边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被用作占卜的算盘 归算 太乙算 八卦算等等 也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算盘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形式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两种形式的算盘 前一种是日式的算盘 日式的算盘 算珠是缩形的 它采用上一下四这样的算珠形式 后一种是中式的算盘 中式的算盘 算珠采用圆形 采用上二下五这样的算珠形式 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体型巨大的算盘 这件算盘是在我校建校六十周年之际 由一位日本友人送送给我校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件算盘由不同的颜色划分为了五个部分 那么为什么是五个部分呢 由于在古代没有计算器 所以账目的计算很容易发生错误 这就需要有很多个人来同时计算一笔账 于是我们取单数个人 并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来确定最后的账目 在它的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件文具箱 在文具箱上面放的是算盘 在下面放笔墨纸验 那么这件展品也说明了 当时的账房先生并不是由一家独有 而是在这家算完账之后 再赶去另一家算账 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体型小巧的算盘 它们有的是用金属做成的 有的是用玉做成的 那么它们的作用就不是用来计算了 而更多的是取它们的象征意义 例如在古代女子出嫁时 娘家人通常会带上这样的一件算盘 作为陪嫁品 以希望女儿在出嫁之后 可以精打细算 好好过日子 同时算盘在中国的寓意中 也有着招财进宝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中国展宾的结尾 在我的左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题词 题词上写着不做假账四个大字 这是朱镕基总理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 朱总理把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人员做假账 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称为危害市场经济的毒瘤 他说我们希望每一个中国国家会计学院毕业的学生 都能够牢牢记住这四个大字 在我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棵造型别致美观的诚信树 树取商鞅南门立木取信渔民之意 树的枝叶成荷花状寓意着纯洁 树的根系发达寓意着我们要以诚信为本 以诚信为本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这也与本馆的精神内涵与我校的精神内涵相契合 中国展厅的介绍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来到国际展厅 国际展厅的总面积为500平方米 以全球视角展示了世界会计的发展历史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伟大的思想家 马克思先生的著作《资本论》 在资本论中有这样一句话 不计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生产和农业分散生产更为必要 对工友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在说经济越发达 会计就越重要 整个国际展厅我们都会按照这样的逻辑来为大家进行世界会计历史的讲解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对于会计的技术方式以及职业技能都有着新的要求与进步 这里是一幅大型的油画 名为史线研画 研画是原始时期人们技术和技士的重要方式之一 这一幅油画是根据法国以及非洲等地的研画作为素材设计和制作的 与前面中国展厅所介绍的研画相呼应 下面我们来到文明肇始时期 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 一些原始的技术和技士的方式便趋于成熟 这里便向我们介绍了古巴比伦时期的会计 古巴比伦时期 早期的苏密尔人会随手折取芦苇之在泥土板上进行刻字 由于刻下的符号特别像木工所用的蝎子 所以被称为蝎形文字 这幅图片为我们介绍了古巴比伦的数字系统 三角在上面是数字一 三角在左侧是数字十 苏密尔人经常会将日常的收入与支出进行记录下来 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 而在当时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较为成熟的法典 汉莫拉比法典 在这个法典里也有着诸如诉讼手续和租赁关系等经济法的内容 也使得当时的经济活动具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接下来我们来到古埃及的会计 古埃及的人民用象形文字在缩草纸上进行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幅图片名为技术鹅 就是当时人们用鹅来缴纳食物税的场景 同时在古埃及呢 政府也设立了书记员和布局员这样的职务 进行专门的会计记录工作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记录工具以及记录方式都趋于成熟 那么会计的记录方式就有了一定的格式 所以世界各地都争相进入了单式记账时代 单式记账是一个简单的记账方式 将每一笔经济业务都只进行单方面的记录 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在此时期西方和东方的一些实物 这一组是1753年的英国首写账目 是我管储藏的比较早的账业了 在这上面虽然文字早已经模糊不清 我们不能考究其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这个账页上所写的每一笔摘要 都只对应了一笔数目 所以这个账页就是西方早期 单式记账的典型展品 下面我们来到东方 这里介绍的就是日本在单式记账时期的一些食物 在我的左手边有一幅日本的招贴画 这个画上的内容就是衣着先例的日本财神在查账 而在旁边是这个商铺的老板 这幅招贴画后面这些长风情的收据 则是会计的原始凭证 这幅招贴画就是表明日本账铺的老板 对于来年生意兴隆的一个美好的祝愿 我的右手边这些可以看到 上面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文字 那是因为当时日文中的假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可以看到在账铺上面有一个清晰的档字 这个意思就是日本当铺的账 那么就有朋友就开始问了 为什么日本账铺长得是这么奇怪的呢 它是有很多本账铺用麻绳编联而成的 我们曾经向一位日本学者探究过这个问题 这个日本学者说 可能是因为日本地震海啸等灾害多发 在灾难发生时 这样的账铺形式会便于携带 方便记录人员直接提携着远离灾区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单式记账已经不能满足复杂的义务需要了 所以人们开始进入富士记账的探索阶段 那幅油画是银行家和他的妻子 现珍藏于法国卢浮宫 这幅油画展示了13、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弗洛伦萨银行业的情况 据研究证明 意大利弗洛伦萨的银行业就是世界富士不济的诞生地 那么富士不济经由会计学之父卢卡帕乔利之手 向世界进行传播 在我右手边的这幅雕像就是会计学之父卢卡帕乔利 他可谓是一名全才 他不仅是一名修道士 也是罗马教皇清风的大学教授 他在数学、天文、会计、排计以及魔方等方面 都有其读到和深刻的造诣 他的手中拿的是他的经典之作 数学大权 全称、算术、几何、笔及比例概要 在里面的不济论中 就系统地说明和总结了富士不济 在我的右手边则是数学大权的实物 这个数学大权是于1898年 仿照1494年当时的原版进行编辑的 当时在全球仅限量发行170册 这里便是其中的第20册 富士不济产生之后 便在欧洲迅速传播 其次向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这里是富士不济在亚洲的传播 富士不济之风也传到了亚洲 日本是第一个接受富士不济的实践者 日本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学家 福泽于吉先生所写的《账合之法》 是亚洲的第一部介绍富士不济的著作 那么富士不济在中国的传播 则要追溯到1905年 由著名的外交家蔡新勇先生 所写的连环账谱的出版作为标志的 在我身后有连环账谱的实物 在此之后 工业革命时的工厂 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工厂中对于会计就有了新的要求 所以世界便自此进入了工业会计时代 下面我们来到工业会计时代 工业革命时的工厂内部的企业管理控制 以及成本核算成为了会计职业的新的要求 在这里我们可以向头顶看到 重达千金的钢铁纵横交错 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工厂的生产场景 在我的右手边有一个支票打孔机 支票是近代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个支票打孔机是美国亚培公司的支票打孔机 是作为支票的一个防伪和保护的一个作用 在当时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广告词就是 不是亚培公司打印的支票 你敢用吗 而在这里是一个计时中 在工厂内部管理控制方面 人工成本的核算是一个重要依据 那么对于工人工时的计量 则是人工成本核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这个计时中则计算了工人的工时 当工人们进工厂上班的时候 会在计时中旁边的一个收纳袋 打印一下他进入工厂的时间 当他下班准备回家吃饭的时候 则会出来在计时中另外的一个收纳袋 打印另一个时间 这样这个工人一天的工时就这样记录下来了 企业也会按照这个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 来核算这个工人的人工成本 在我的左手边还有一些当时英国的鸦片贸易 以及黑奴贸易的一些传运单和一些账单 这些虽然在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会计原始始料 但是却是资本主义国家血腥的资本原始掠夺 和经济侵略的象征 这里展示了当时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场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右边这幅图片的名称是年报大考 是通用公司的女秘书在装运公司1970年年 1970年年报的场面 她准备寄往世界范围内1358,000多位股东 如果按每车要装运4500车的话 需要装运300多车 真的是一场年报的大考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是通用公司各年的年度报告 和中国的年度报告不同 通用公司的年度报告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样式 比较具有艺术特征 就和我们看到的杂志是一样的 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图片 下面有配文说 签字签到手藤 看看这位老哥的妙招 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场景 这是因为当时由于业务十分繁杂 每一个会计师都要签署 大量的信件和收据 所以这个老哥为了提高自己的效率 便做了一个签字的机器 一次可以签好多张票 工业革命之后 会计迅速的趋向于职业化 1720年 南海公司发生了破产案 会计师查尔斯·斯内尔对此事进行了审查 这边让会计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 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些展品则展示了当时 作为职业会计师的一些物品 这边是会计师的墨水盒和票据箱 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一幅刺绣 上面有着accountant 就是会计的意思 下面有三个单词 分别是accurate knit和legible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里有一个木板 上面也有着一些英文单词 说的是 bookkeepers never die they just lose their balance 这句话我们取自于美国的一个谚语 士兵不会死 他们只是不能上场打仗了 这句话翻译到会计这里 就是不纪元不会去世 他们只是不能再做仗了 就是在讲一个不纪元 在晚年时期 不能对自己的职业 尽职尽责的一个悲哀 体现了这个不纪元 对自己职业的一个热哀 那么随着技术观念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20世纪初期的会计进入了理论 实践教育和国际交流的多元化发展时期 这里我们展示了一些世界会计师的合影 也体现了当时会计师职业的发展盛况 这边有一个办公桌 体现了当时职业会计师办公的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桌子上有打印机 布机机和订书机 而上面有一个盖子 在会计师离开座位的时候 这个盖子可以盖上防止有心之人去偷看 其次也可以有防蚊防潮的作用 而在这边我们展示了一柜股票 在这个股票柜的右边 我们可以看到是1856年美国杜邦公司的空白股票 这个股票制作的是十分精美的 而在这个展柜的左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著名的朱氏会设的股票 朱氏会设是一个典型的股份制有限公司 这些不同国家的股票 也代表了当时股份制公司的多元化的发展盛况 这个板块我们称为世界之窗 人类是一个大家园 人类文明从非洲开始起源 逐渐变相于世界各地 而在这边是非洲的一个壁画 上面的这个类似于麻省的样式 我们推测是非洲的货币 或者就和节省技术一样 是一个技释和技术的工具 在这个板块的背景 是一块世界地图 传达了世界一体化的理念 而在我的右手边 是很多的年终报告 这些报告可以看出 上面有一些 Waste Water和Waste Air Control等字样 就是在说明 会计正在和一些环境治理 等一些新兴事业紧密结合 当然我们相信在未来 会计领域也会更深更广 更加的富有升级 到此我们的国际展示的讲解 就这样结束了 下面我们进入中国会计名人堂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会计名人堂 首批入选中国会计名人堂的会计学家 共有九位 均是我国会计领域的泰斗级人物 他们都为中国会计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我的左手边前沿采取火炬的形式 而整个大厅则采用输海的形式向大家展开 这都彰显了会计学家的风采 他们都为我国的会计师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的精神也值得我们永远的铭记 好了 今天我们的会计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会计知识的海洋仍是无限的 值得我们去探索 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后中继续探索这片海洋 为会计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